那再來的話呢我們來看一下就是如果我今天呢希望做出就是什麼我剛剛講的啦其實就是最後希望完成就是總共會有那個這個五個按鈕然後第一個按鈕就是下載那個匯率把這個資料下載下來 那下載的這個城市啊我已經把它放在這邊了匯率啊當然因為這個這個城市其實跟上個禮拜的那個下載那個什麼台北市政府的那個住宅切到點位基本上是一模一樣的啦你們可以比較一下差別只有就是說呢把什麼呢把這個連結有沒有這邊有個檢視資料啊這邊的連結這個連結把它複製貼到這邊有沒有這個 這個TEST然後呢封號後面的這一串OK就是把它貼上啊實際上呢其他的程式都沒有改就可以把資料會是就不要把它會下來喔那只是說呢我們還要解決一個問題啊什麼問題就是那個日期格式問題喔那我剛剛做的公司在這邊然後就是用DAT加上LAT加上MID加上RITE然後他會自動幫我在中間加斜線OK那產生的話就是標準的日期格 這一點蠻重要的喔雖然看起來好像雖然我們眼睛看我們可以辨識喔但是也是有他無法辨識喔所以喔如果你要給他正確的東西他才有辦法幫你把正確的圖表給匯支出來所以假設你想要匯支什麼樣的圖表但是情況顯示出來怎麼不對那你可能要檢查一下可能有某一個欄位的資料是錯誤的 OK喔那所以呢第一個我們就是把資料下載然後呢再做修正不過剛剛修正的兩個步驟基本上呢是用人工的所以理論上我們應該假設啦我將來是用按鈕的話那你不可能說我做一半然後呢我另外一半在用人工的那當然有點一半所以最好的方案是把它寫成一個VBA就是修正日期 至於怎麼修正這個待會我們再來講好了喔那我們先來看一下還有一點就是說呢我們剛剛有利用什麼利用這個繪製圖表的部配有沒有把A跟B選起來然後呢再利用插入什麼插入這邊有一個折線圖嘛那當然呢我如果今天希望喔將來這個動作呢不要用人工的一樣要把它變成按鈕所以呢待會也會需要有一個按鈕叫折線圖 也許叫美元好了OK喔折線圖美元或者美元的折線圖也可以啦好那這個地方該怎麼做以後變成一個按鈕喔而不是說每次你都要人工再來一次啊其實最好的方案就是說啦老闆比如說要看什麼你早上就按個按鈕老闆這通通都有人傳給你就好了他馬上就可以一個早上可以做所以有時候開會就不用那麼冗長了反正決定對的東西他馬上就可以做決策啊今天看一下這個匯率怎麼樣 馬上就是分別喔按照那個最後的這個報表我們今天的工作就是把什麼東西反正按照報表我們就可以做一些處理了喔那只是說要怎麼樣可以把這個動作變成一個按鈕那前面有講過啦喔如果要把它變成按鈕很簡單第一個你可以用錄製去齊 不過呢錄製去齊有個問題什麼問題呢你錄假設啦你把這個動作錄製下來之後那需要還要改幾個地方什麼地方呢你可能比如產生之後但是問題第一個我放的位置不對我希望把這個圖表幫我放到哪裡呢也許幫我放到這個M1到M1左上角放M1的位置 所以你可能還要需要移動它但是不是叫你用手動移動啦如果手動移動每個都要移的話那花多少時間齁第二個的話呢寬度必須500大概這樣好了那高度的話大概就是10列那也不是叫你用人工啦如果你用人工那總共10個欄位每天都要做一次光一個早上大概你就做這些事就好了對不對齁但是如果你今天會寫這個按鈕程式的話那其實只要按一下齁不到一秒鐘 事情就解決了齁所以會跟不會啦其實最後就是時間的差異效率齁所以以前學過這東西的這以前的同學他說老師我現在很輕鬆啊早上一個事情按鈕按下去剩下就很很閒的沒事做了因為事情都做完了OK真的是這樣啊因為他每天都做一樣的事情嘛所以他只要把他的對應的程式寫出來那不就沒事了嗎他就可以做他想做的事情 好那再來的話呢怎麼做喔首先第一個我把這先刪掉那如果要把那個程式寫出來齁第一個請你先怎麼樣錄製聚齊那錄製聚齊的話一樣先把那個這個什麼開發人員先叫出來然後那錄製之前喔我們就是把剛剛的動作彩排過啦其實也沒什麼好彩排的因為範圍可以先選沒關係這個地方在這邊的範圍你先選跟候選齁其實只是差別是那些那些不必要的 那個程式那我們先選好了然後錄製聚集的話呢這個名稱也許叫什麼折線圖那這個是根據美元好了美元的折線圖那我們就做什麼呢按確定之後的話也許這個範圍先選起來按確定然後再插入什麼呢插入這個折線圖OK好那請各位注意一下這樣就OK了喔那你想說老師那位置跟寬跟高怎麼辦呢沒關係我們可以在 在這個聚集裡面呢再把它補一下就可以了那其實這個範例喔那其實這個範例喔還蠻容易讓它程式錄下來把它停止一下喔所以特別是喔只要做剛剛一個動作而已喔然後停止錄製那那個聚集的話就是在聚集裡面會有一個叫折線圖美元你就按編輯OK他就跳出來程式在這邊喔那我把它稍微這個放大一下字也稍微放大一下喔 把它稍微放大一下喔把它稍微放大一下喔OK喔那你會發現呢因為錄製聚集喔他會自動幫我產生模組也會產生SUB也會產生這個名稱嘛對這個其實跟自己寫的其實差不多只是說這個是他幫你寫的那有哪些地方我們其實可以變動的喔第一個呢把上面的註解拿掉其實只要兩兩行部分就OK了那另外的話還有一個什麼這個有個其實這個應該錄下來應該沒有 沒有這個折行才對如果有一個底線那個把它刪掉沒關係喔就這個是什麼喔他這個啊那接下來的話喔大概就是兩行啦第一行呢主要是什麼其實顧名思義嘛喔你們大概可以啊稍微看一下它的程式啦其實這個程式也不複雜喔第一個的話就是ACTIVE SHITM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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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IT 然後呢這個圖的話呢用一個方法叫ADCHARADCHAR顧名思考就是增加一個圖表那這個圖表後面就會有一個參數其實這個參數有兩個啦這兩個其實就是折現圖的參數那這兩個我們不要動那你想說老師那我要改變它的位置怎麼改我要改變它的寬跟高怎麼改其實最重要在這裡請你把坐標左邊的坐標跟上面的坐標放在哪裡 放在這邊另外的話寬放在這裡高放在這裡它就會幫你把位置移過去啦OK這第一個所以我們第一個你就錄製好聚齊之後稍微看一下其實主要是這兩行啦那接下來的話我們先改一下它的坐標那比如說我今天希望會出來的位置不在這裡應該是放在M1的位置那我要怎麼跟他講說我要放在M1喔這邊的話我們就是 就是在第二個參數在第二個參數的後面再加一個那坐標的部分喔我要放在那個M1的話你就跟他講喔在那個儲存格那一般我們可以用那個SELL RANCH或SELLS啦不過用RANCH其實比較好表達 那我們打一個RANCH括弧M1意思就是說在M1那個儲存格的左邊這邊有個LAPT也就是說喔在這個這邊喔喔我的左邊是左邊靠LAPT然後呢我的上面的這一條線呢請你放在哪裡呢放在這個RANCH的TOP它裡面有一個屬性叫TOP 幫我呢放在這個M1的上面喔他就知道所以如果你執行這個動作的話你會發現喔他這邊就畫一個圖了有沒有畫在這邊欸剛好就是M1的位置喔所以以後喔你要畫在哪裡喔主要就是增加這兩個參數就可以了喔所以你要放哪一個就放哪裡OK 第二個部分的話就是說欸他的寬多少高多少那如果今天希望喔寬幫我大概500高的話呢就10個喔10個的話呢那這邊我們其實可以怎麼樣可以再加兩個參數豆點寬500好了 豆點那高多少呢欸高的話呢我們乾脆就是用那個儲存格RANCHM1喔它的高度 它的高度就點什麼點H1這邊有一個屬性叫HIGH那這個HIGH其實主要就是它這個儲存格的高度那我要10個格子的高度的話那你就後面加上乘上10好這樣的話呢我們就完成了把它執行一下欸你會發現喔它剛剛好就會是500然後高的話呢就會是10個喔OK喔 所以是乘上10個高度啊這邊是500好這樣的話呢基本上就完成第一個喔欸可是它底下的那個底下這一行的話其實喔我是建議你這個 底下這一行其實是來源的範圍那範圍部分的話呢我們主要是其實這個地方的那個工作表名稱喔其實可以不需要啦你就留下什麼A1到B39就可以啊 所以它這個錢的符號拿掉也沒關係其實寫這樣會比較比較精簡一些寫A1到B的39OK喔所以改完之後大概長這樣喔所以第一階段就完成了 那這個應該在雲端白板上面也有一樣的喔不過這邊好像是B3036啦為什麼因為之前好像下載的那個資料是到36而已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喔 那修改的這個聚集的程式喔在雲端白板上面也有在第二頁的地方喔你們可以參考一下喔那當然呢那個錄製美元的聚集完成之後的話喔後面其實的目標是希望喔後面的所有的那個匯率喔通通都用那個程式來完成喔喔 啊這要怎麼做喔我們待會就來看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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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之我們待會就來看喔 喔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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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